大家好,我是Ash 今天是我在云南丽江的第二天 也是我在云南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看 留下我最后一段的行程 给我的行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那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座雪山 这座雪山是 丽江最有名的芋荣雪山 我们现在在芋荣雪山下的 一个白沙古镇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咖啡 干 在这个古镇上有很多手工艺品 如果大家喜欢 比如说这些银饰呀 那些是渣染艺术 对 然后 大家喜欢这些 很有民族风的衣服呀 容易品 好漂亮 对,你看 如果喜欢像我 身上穿的这条裙子 这条街上 会非常好看哦 对 在这条街上还有很多咖啡厅呀 酒馆呢 酒吧呀 现在大家看到因为天 渐渐黑了 所以没有很多游客 所以这个时间呢 出来散散步 非常舒服 走吧 走累了 大理啤酒 哈哈哈 走累了 来一瓶大理啤酒 Va 好喝 接下来会带着大家一起看看 白沙古镇的街景 街帽 大家可以随处看到一些动物 最常见到的就是狗 在这开店经商的大部分都是爱狗人士 这样不仅满足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一举两得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在一个客栈的天台上拍到的景观 那个时候 我在一边晒太阳 一边拍视频 视频里呈现的那座雪山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雪山 接着大家会看到在这个古镇上不计其数的黑瓦房子 我很好奇大家会喜欢来这样的地方旅行吗 请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